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位 政大工刑所的洪于轩 轎哥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政大工刑所的洪于轩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大概要聚焦在三个话题 那三个 赚钱不用怕凶宅投资数 如何帮凶宅来洗白 再来人比较可怕还是鬼比较可怕 我的好朋友索菲亚是这么讲的 你有被人害过吗 有 那你有被鬼害过吗 没有 所以人比鬼可怕 来最后 店价要涨 但是薪水不涨 那对于这些所谓的租乌补贴 到底用不用得到呢 对于很多投资客来讲 到底是不是凶宅只要能赚钱就好 但是万一你是租乌族呢 我们来听到一个少年人 如何看 快问快答第一题 如果二房东跟凶宅二选一 你要怎么选 二房东跟凶宅的话 我当然选择是二房东 凶宅这个东西 它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现况的 可是二房东也可能 你可以用人情的部分 然后或者是多塞一点什么 然后之类的去改变它的 这个本身的个性的部分 第二题 如果一个月给你四万五千块钱 你愿意去当凶宅逝岁员吗 我当然是不愿意 四万五有一点点太少了 但是如果说你给我多一点 四十五万或四百五十万的话 我可能会稍微考虑一下下 四十五万你胸仔可能要很大 第三题 你觉得租乌族最大的困扰 困境是什么 租乌族最大的困扰跟困境 真的是多到一个数不完 第一就是例如说隔间 你可能不喜欢也不能打墙 然后或者是邻居也不是跟你很合 或者是一些就是经费 在上面电费很贵 然后什么之之类类的 时间到 谢谢婷旭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样的凶宅 我们说台中有一户 我们说曾经发生一家五口的命案 而且这个案子 它是个悬案 所以2001年到现在 占地域三百坪 后来有个朋友把它买进来 用一千三百万入手 那最近尤其是这个疫情 这几年到现在整个房地产不断的飙涨 现在的估价大概在六千万左右 也就是说只要你敢买 现赚四千七百万 那再来另外我们说这个非常出名 它在二三十年前 发生过一个非常出名的案例 一个所谓的特种行业的小姐 他可能因为肝心的问题 于是他选择了亲生 结果他没事 反而带死一个买肉 所以有时候台湾人在开玩笑 跳楼带死一个买肉 这是真的发生过的事情 但是过去的三十九年内 算得出来就有二十六个人 在这边不幸往生了 但是前阵子有一间六坪的套房 卖出了三百七十五万 屋主现赚一百二十五万 所以凶宅到底能不能投资 他有时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是你敢不敢的问题 而如果你真的想要投资凶宅 怎么帮凶宅洗白呢 最近出现一个新的行业 叫做洗屋人 他到底怎么洗呢 我们来看以下这则报道 影片中这间房子 是担任洗屋师的民众 实际住进去的世故屋 住在里面满一年 每个月最高能领四万五 媒体没有报道的世故屋 都会落在两万六千 是重大新闻报道的 我们才有四万五的条件 网路上这样的争裁讯息 写着职业洗屋师 凶宅是故屋专业洗白 屋主需负担洗屋师 每月四万五千元 为期一年 就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大多都是这个行业的 见的是年轻人 蛮多有上年纪的人 可能他白天 也会来想要拍摊 洗屋师条件看起来并不容易 包括有正当职业 每天居住在屋间超过十二小时 中途违约需付违约金三倍 可配合门口有监视器 等十项规定 比如说他住满三个月了 然后他剩下九个月没有住 那他就是要付九个月的 违约金的三倍 目前在日本跟中国 都有洗屋师 就是俗称的凶宅试税员 强调利用人的人气 来净化洗净凶宅宅 使房子可以让人再次入住 不让房子对屋主或新房客 产生负面影响 业者表示希望推动 对于凶宅的法律修正 不过现在在台湾 无法透过洗白变成不是凶宅 凶宅就是凶宅 而且它只要发生过一次凶宅 它就是永远都是凶宅 透过洗白之后 再透过不激情的房仲 去卖掉的话 那这时候买方就会 有非常大的损失 专业人士也提醒 若买家不知情买到凶宅 日后要求损害赔偿 洗屋师恐怕会有连带责任 民众求职 记得也要把各种可能情况 都考虑清楚 OK 其实我们说衣食住行 住是人生的大事 所以我们为了解决住这个问题 每天这样拼死拼活 反正就是为了赚钱养房贷 但是如果说买凶宅 真的可以低价买进 而且有机会还可以逢高卖出 到底能不能拼看看 而凶宅它的利润到底有多高 我们来问一下 易福哥 你觉得凶宅像现在这样子的 大家很公开透明的 资讯的情况之下 凶宅还有炒错获利的空间吗 我先举两个案例 这是实际的 一个是我朋友去年买的 他是在 应该说他是在前年 2022年买的 他2022年的9月18号买 那时候那个社区也是新房子 交屋到那个时候刚交屋 刚买两年多的时间 然后那个时候租客就是 乘租在里面的时候 在里面烧炭了 就是在里面清深了 然后那个时候屋主以正常试驾 当时两年前的行情 大约三房挂平车 台中那个地方大概是在 1000万左右 大概是在1000 然后那个时候他卖的时候 就是跟他用 因为房子很新 他就跟他用845万左右买下来 然后他就放的 他也不干嘛 就放的租一年 买一年之后在去年的12月底之前 好像12月初的时候把他卖掉 然后卖掉的时候 他卖了整整是1080万 OK大概赚了200多万 你扣掉房地合一税 跟给仲介的费用 大概在100出头 他就是利用他的时间 就是我买的时候 利用房价的通膨 去或就是赚这个差价 然后在更久之前是2020年 到2019 2020年的时候 另一个朋友他买 也是在那个 我们台中北屯区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 北屯区腹地大 大家都在盖房子 那有一个屋主 他的房客是在里面 就是他的房客找他朋友 去他家住 他朋友直接在房间里面 就是用 解决自己 对就是用一手的方式 自益的方式 把自己给解决了 然后那个时候 那屋主 因为他不想留 他也说他要卖 然后那个时候 他当时买的时候 因为很久 好几年 那时候2020年的 那个19年的房价 其实很便宜 那种三房挂平车 大概600出头 他买600出头万 然后他那时候也是赔钱 他几乎赔了大概100去买 然后我朋友用500 大概40多万给他买下来 一直到2022年的时候 他大概放了 买在手上三年左右 他直接丢出去卖 然后那时候也是跟下一个买主说 我的房子有问题 但是我房子的成交价是900 大概是900多万 所以那个时候 他就是也是利用这三年的时间 他中间也是租给人家 就以时间换取空间 对 就用时间去换整个利润 所以他中间最后 总结他说赚了快400 然后扣完那些税金有的 没的之后 可能就是还有大约 快将近300万的获利 所以就是如果你要买来投资 可以你买了之后 要马上卖马上赚 不太可能 他就一定要放到 放到一个时间 300万的获利 我们说他那时候买500多万 你就抓600万算两成的投机款 大概就是60万 加上我们就算利息 OK300万 他等于投报率 大概在4.5倍 差不多吧 因为他两成自备款要120 两成自备款要120 那因为他也是三年期间 但只是说唯一的好处就是 他租给人家拿租金去缴房贷 他自己再贴个几千块上去 去缴房贷而已 OK 然后三年的时间 然后看着台湾这几年 三年的 这几年的时间 房价一直往上涨 也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通膨的方式 然后可能也就是让他有赚到这个钱 了解 所以这样子这个方式是对的吗 是真的有获利吗 万一真的卖不出去怎么办 像台北市就经典 有个知名的饭店改建房 不是那一间 知名的饭店改建房 他在新建的时候就已经发生关案意外了 就死过人了 那房子后来完工之后 开始有人吸毒在里面死掉 上吊 跳楼 什么小飞侠 烧肉 种 各种生态都有这样子 那个房子 人家现在房价 五年八年都涨一倍 新竹都已经涨到快一倍 所以那个案子在忘了 竹北开价已经七字头了 是 那个案子到现在还在赔钱 全社区都赔钱 因为别人 我也衰 那我去过那个社区 我进去开始毛 然后整个社区很暗 你说节能审探这样 不是 我就觉得好恐怖 我心里念说 我骂过你 你请不要来找我麻烦这样子 很恐怖 所以那样的房子你也不要碰 所以你说 纵使用了很多招数来把凶宅洗牌 可是千万绝对不能碰 好 那我们不聊洗牌这件问题 就是我就跟你讲 他是凶宅 但我很便宜卖 那不要买 因为你就贪心 你也贪心 然后你要引下一个人贪心 对 你拿个毒药说 毒药很好吃 来吃一下 所以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凶宅其实等于就这样 那除非真的要打掉重量 不然凶宅没有机会 OK 来来来 我们说问一下 依福哥 可以 那凶宅我们在卖的时候 如果说经过所谓的洗白的过程之后 我们要跟卖家讲吗 或者是我找一个我认识的 你就假装你不知道 然后我卖给你 然后他再以善意第三人的方式 再卖给别人 这样子OK吗 我以前 就老是不要 没有不行 抓坏 没有不行 因为以前就是 也有人用这样的方式 因为他内政部有写过一个法规 就是我持有期间内 有没有凶宅 有人就踩着这个法规 就是可能我今天卖给你 告诉你 你是凶宅 告诉你是凶宅 你知道 可是你持有期间内没有 你可能卖给下一个人 但是因为你没有 你就不跟他讲 他也不知道 直到他今天发现到 是凶宅的时候 他是向你求偿 可是我遇过的案例是 法官就是问你说 你跟法官说 我持有期间内没有 可是那个法官就直接问你说 那我这一任屋主 卖你的时候 我又没有告诉你 法官问我 我一定说我有 而且我现况都有跟你说 我说明说房子有问题的 那你没有告诉他 那法官会说 你可以隐瞒 虽然说你持有期间内没有 但过去有 那变成说你有 要禁告之的那个义务 OK 对啊 我不能说我是三一第三人吗 没有 而且你的邻居 那个早餐店阿姨 会跟你讲说 哎呦 旅杰你住凶宅 好你敢知道 你现在七月 都不用开冷气 对租房子买房子 早餐店阿姨跟洗头的阿姨 这两个一定要认识 OK 哎呦 旅杰你住凶宅 是不是 你都八楼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举别人 黑鸿一哥你住凶宅 对不对 你背他就丟了 不用都是你 OK 那我们问一下年轻朋友 其实我们说 有时候年轻在外不容易 所以如果说有一间房子 OK 坪数大 机能好 出门走三步路就是捷运 楼下就是超商 左边就是药妆店 右边就是咖啡厅 然后方圆300公尺之内 没有任何闲物措施 也没有人去楼 也没有特种行业 也没有瓦斯行 一个月 在台北 一个月租你三千块 但是他有跟你讲 兄仔 OK 你会租吗 我们先问一下我的学妹 来 玉伟 我认为 这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不错的条件 对我来说 但是这个前提是我 我没有 这边正常一个月要租 一万五 我只租你三千 住 住 一定住 你不怕 我不怕 我之前比较 小的时候 住的广间 很容易乱闪 中教信仰 对 你姓什么叫 我没有信教 就是你是无神论 我也没有无神论 我没有不信邪 但是 对于这环境的因素来讲 我真的还好 三千 太便宜 反应三千 三千 对啊 来来来 续续续 他不害我 我不害别人 所以我也不要进去里面 就是 我们就是那个道不同 不相 那叫什么 人鬼殊途 人鬼殊途 对 之类的 我不会 真的不行 三千块而已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房租三千块 然后我进去 我因为住凶宅 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可能要花的是 三块块的医药费 三十万的修车费 然后什么 那不合 那万一都没有发生事情 怎么 你怎么知道 对不对 我最近我就觉得身体 通体舒畅 对不对 晚上睡觉还有 飘飘欲仙的感觉 对不对 闯会自己孤起来 你知道这个以前 只有在阿拉丁神城 才看得到的故事 在你家就会发生 yeah good 没办法 这是赌不来的 我觉得他没办法拿来赌 那雨萱你呢 我自己是超级害怕 我自己是超级怕鬼的 所以就算再便宜 谁不怕 谁不怕 有些人不怕 有些人不怕 对啊 这个妹妹就不怕 OK 那anyway 不管如何 我们说年轻人 但有年轻人的想法 所以我们先让这个专家 来问一下年轻人 他们设定一个情境 年轻人 你真的敢住吗 来 伊福哥 我这么问吧 应该各位都在台北生活 我换个说法 现在是 我有一间房子 在忠孝东路五段捷运沿线 你可能捷运往上走 大概200公尺 公寓的 然后他三房两厅两位 正常房租大概是在 两万八上下 我现在租你一万块钱一个月 那我告诉你他有事情 然后我之前有请法师处理过 一万块钱 那你的电费水电自己付 然后你所有的生活机能 就如我所说的 监狱沿线 然后生活机能通通都有 然后家具家电都付给你 你会住还是你会不住 来来来 我们这两位 我们刚才已经挑战过了 来来来 来 学妹 我应该会 揪同学或朋友一起 三房两厅嘛 对 洋气比较重嘛 大家一起分担 OK 然后三个一起看到 我们一起进货场 OK 那我们说 那个 伊福哥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凶宅的定义 我们定义会比较广 就是你只要非自然死亡 例如说你可能在里面 自溢烧炭或跳下去的 那也有那种凶杀的 那有一种是你 比较我们难界定 就是你是嗑药的 我们不知道你是心肌梗塞 还是你用药过量 还是说你刻意用药过量 所以有时候 如果他今天告诉我 他是用药过量 我也会 我会去问清楚 但如果他是这种吸毒的 我都会把他定义说 他就是 那伊福哥 我觉得最难认定的 或者是最长起争议的就是 因为你知道 现在很多大楼 他会有露台 对啊 对 然后他如果就是从高空飘下来 然后刚好落定 他就在那个露台上面 然后呢 他的大体也没有从你家扛出去 他是可能那个 葬衣社 车钓车 然后钓下去 这个算凶才 我会说算 因为我之前卖过 我在台中卖的时候 就有三户是这样子 那个社区就有三户 对 那个就是三个社区 对 一个是从14楼 一个从19楼 另一个好像是从20多楼 就往下 然后他那个时候 同一个社区 不同 不同 不同社区 我一样 不同角度 那应该是 凶社区 他那个情况就是 之前法院也有个案例判决 就是他会认为你的事发地 跟你的原因结束地 他会把两间都认为是凶宅 那露台有些是不计权状的 可是露台有个特色就是 他一定是你专属 专用部分 冤地专用 约定的专用 那如果是你约定专用 那法官认定就是 只有你能用 也就是他会把归类在你那一部分 所以你上面的跳下去 OK我可能14楼跳 那我14楼是凶宅 那对我跳在二楼 那二楼这间法官的认定 他也是凶宅 OK 雨萱 是 那如果这样子 你会认为他就是那个露台那一户 你会觉得他算凶宅吗 我觉得算 因为就是那个 他不在里面 但是他就掉在那下面 你就都不要出去那个阳台就好了 可是我觉得买房子 很重要就是有阳台 好 那就租嘛 就是那个露台 我就都不要去那个露台就好了 我自己在阳台那个 拉一条封锁线 太可怕了 这样也很可怕 然后贴八张符咒 对 更恐怖 OK好 那来 那个 雨萱 我一样的道理问你 那如果说 因为你这个 看起来现场五个人 你的胆子最大 OK 那如果是像这样子 我们说的那个露台户 以你来讲 他可能也用相对低廉的价格 不管是租你还是卖你 你会买来 认为那不是凶宅吗 我会认为那是凶宅 因为买卖扩租的时候 你不可能阳台跟户数会分开出租 如果是以 就是这签约方面来说 我会还是认定他是凶宅 OK 好 那我们说这个一辅格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类一下 据说你的说法里面凶宅 有分成 围凶 赤凶 中凶 跟大凶 之前卖就是 我一般凶宅来说 你只要是 比较凶悍一点 就是可能你凶杀居多 就是你不愿意 就是他不愿意 所以他被他杀掉的那种 那另外一种就是可能 他是属于 自意的方式 因为 人在走的时候 他有一口气 要放掉 我们先从围凶开始讲 来来来 怎么样叫围凶 我认为说 你只要是刻要过头的那种都算 比较嗨就对了 对 因为那就是就是嗨过头 然后就打的那种 他可能连自己挂的都不知道 OK 没感觉了 再来就是可能 就是烧炭的那一种 然后再来就是 烧炭也算为凶 烧炭也不算 就可能是在中凶的 中凶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烧炭是他知道 他自己在干嘛 上吊的那种 自意的那种 他是属于 就是已经很怨了 就是用这种很极端的方式 OK 再来不愿意的就是那种 就是比较凶的 就是他被杀的那种 就凶杀案 对 凶杀案就是比较好 凶杀案一点 那如果 如果比如说不小心 在房子里面摔倒的那种 那个就纯属意外了 那纯属意外 一般那个我们只能 也是会界定他是凶的 因为他非自然的 他是属于意外的 所以我会界定是凶的 但是他没有什么 凶不凶的问题 因为他就是一场意外 好 那另外一种 比如说他可能 可能身体不好 然后在里面 然后可以 然后也没有亲属照顾 所以又在里面活活饿死的 我那个其实我也算稍微有一点凶了 因为他 这算微凶而已 怨气 那种是有怨气的 因为你已经没人顾了 他身体又不好 重点是你是饿死的 OK 那种是想求生又不得的那一种 我有遇过那种 就是老人家没人照顾 就是饿过头 然后就里面倒下去 然后就大概一个多月 才被人家发现 那寿终正寝就不算凶宅了 寿终正寝不算 就是可能眼睛碎一碎 人家就走了那种 那种都不算 OK 好 那我们说这个 在座两位房产专家 都在现场 OK 那我们这个青年代表 我们有什么要问的来续 就是像那种 就是大楼失火 那种的 他也 他这样子整洞这样 他就算整洞都是凶宅吗 好 来来 意外性 其实通常不是要 那一户烧掉了 算那一户 如果公共烧掉了 整洞都是 可是在定义上 因为公共没有那一户 所以如果说一堆人 比如说在楼梯间 然后就 在那边这样子 你会觉得那个楼梯间 会被封起来 没有人敢走过去 因为北投就有一个 社区是这样 是 他就是因为那个楼梯间 有问题 然后一堆人 在楼梯间那个发生状况 这样 所以后来那个楼梯就被废掉 包含他旁边的电梯 都被废掉 然后我曾经走过去 那个楼梯那边 就觉得有点冷 温度比较低这样 那可是你割掉之后呢 你别的门牌 没有就是没有 所以是以门牌来算 但是你去吃早餐的时候 早餐店阿姨 还是会跟你讲 哎呦 你怎么住那一栋 怕死人 这样子 不要这样讲 早餐店阿姨现在都很有钱 都带劳力士杯LV好不好 OK 来那雨晴 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们 我想问就是如果是那种 因为可能跟 可能是一个人 然后但是他跟家人 比较少互动 然后他有一天 就是发现他死在家里面 那如果他是 就是死掉之后 但是检查原因 没有什么 就是不是凶杀 也不是什么吃药 那这样也算凶宅吗 来来来 所以理论上不是 因为你只是 你不是怨死的 你可能就是比如说心肌梗塞死掉 因为如果说你吃药死 那是嘛 上那样什么都是嘛 可是就这样死掉了 那通常会被什么 什么心脏衰竭 那就是时间到了这样子 OK 但我觉得就是说 我教你们 就是如果你们租房子的时候 担心遇到这个 或是遇到文艺夫讲 那样的房子的话 我会建议你写一条东西 叫做 好愿意租 但是我随时可以解约 可以写这个 可以啊 随时可以解约 随时可以解约 当然房东知道 这个房子是有问题的房子 对两万变一万 当然是有问题嘛 但是如果住一住 我看死掉怎么办 我当然随时可以解约 所以我想试试看说 万一我命中很硬 这样我进去住 帮这个进化 没事 好那就活下去 可是如果说 觉得怪怪的 开始睡了 赶快搬家 那就随时可以解约 好了 那我们说 其实呢 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 不讨论 所谓鬼神的部分 但是呢 在现实生活里面呢 的的确确 人的问题呢 有时候比阿飘还多 OK 阿飘可能有他的执念 但是人不是有执念 人还有杂念 来我们来看一下 人比鬼恐怖 为什么 来房东跟房客之间的攻防战 OK 那我们当然现在是站在 以房客的角度来看 我们等一下会再 以房东的角度来看 来第一 我们说网友热议 总共有八个租屋族的困扰 网络声量排行榜 第一名是什么 无法申请住屋带 租屋的补助 OK 房东就是不让你申请 再来第二个 当然最常遇到的 就是涨房价 那你说随着通膨房价 涨一点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常常看到 很多老店 为什么突然结束营业 因为房东可能一涨 涨一倍 而且这个是非常常看到的 那第三 我们刚才闹过了 里面 你有新的室友 但是你看不到他 但你感受到了他 所谓的阿飘的问题 那再来的这个问题 在我们现在社区大楼最常遇到的就是 他可能很多房子 他可能没有对外窗 你住的房间可能没有对外窗 或者是你的浴室 没有对外窗 那里面湿气很重 容易发霉 那还有第五类 跟房东与房仲之间纠纷很多 那第六 重重危机 第七 屋况不佳 还有其实我觉得最难处理的 其实是第八 你遇到了恶邻居 我们说在台湾 讲房地产 有个非常吃污名的一个大哥 他告诉我们买房子三个原则 叫做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其实我自己买房子的经验是 买房子最重要其实是邻居 正所谓千金买房 但万金买零 所以这个租屋补助 我们到底吃不吃得到呢 我们来看以下这则报道 打开门简单的双眼床 衣柜书桌一览无遗 八坪大扫套房月租金七千元 这是北漂的P先生 三年前寻寻秘密将近三个月 才在桃园找到的落早处 但却因为租屋补贴 差点要露宿街头 去年就问过 我问他说 我们这边有可以申请租屋补助吗 他说这边是没有 那我就下一次就是有问他说 那如果申请了会怎么样 他说可能我这边就可能 没办法租给你 租屋补贴对P先生来说 看得到却吃不到 2022年行政院会通过中央 扩大租金补贴专案 但没有房东提供的身份证字号 就申请不到 于是今年租金补贴升级2.0版 除了不说提供房东身份资料 每月平均所得条件也放宽到最低生活费三倍 等于在桃园工作平均所得不超过4万8 就符合补助条件 申请年龄也从20岁下修到18岁 大一就可以开始领 随到随办随办随领 预计补贴户数扩大到50万户 经费提高到300亿元 今年也有在问 答案都一样 你下一次会觉得说 因为房东要身份证字号就可以申请到 但是其实你还是会怕就是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会怕就是说万一他知道了 那你万一被赶出去 还是很多就是心中的关注 关键还是房东 那这个关键就是台湾租屋市场的特性 就是俗称租屋黑市 因为有7到9成的房东 事实上在租屋的过程 是用自用住宅的名义 在申报他的各种税 所以这些房东会非常担心 就是说如果他跟政府打交道 比如说租金补贴 比如说到法院公正的话 就会影响到他的权利 那政府的免疫 但是房东不一定买单 所以如果要申请这个租屋补助 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还是你干脆就忍下来 不要再为了租屋这件事情 搬来搬去 那现场有三位青年代表 我来问一下 你们三个谁有申请过租屋补助 OK你也有 你也有 来来来来 我们先问一下 是 你申请租屋补助OK吗 我有申请租屋补助 也有申请过社会住宅 可是都没有过 租屋补助也没过 没有过 为什么没过 因为我觉得他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就补助租屋房租的部分 可是他其实详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条件 就像可能我们到台北来工作 然后但是你真的是有经济上面没有那么 他有一个收入条件 的确真的是没有到达 但是他后面还会去看一些 就是你们家的家人 有没有谁 有什么房子 然后一大堆的 但是重点就是 这个补助产业来说 应该对我们来说是 补助现在我们的状况 可是因为那些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他就是会被筛选掉 所以他到底是要租屋补助 还是要再找三级贫户 所以就是这对我们来说 就是我去申请每次没有过 原因都是卡在说 可能家人的那边 底下有房或地 那你就没有办法申请 那我就用不到这个东西 我就没有办法 就是都失败这样 房东用什么样的手段 让租户没办法去申请到 这个租屋补贴 一般来说 他会在你出租之前 他就跟你说我不准你申请 那如果你申请 我有一个条款就是 我会有个特别事项 就是你去申请 那我就是无条件解决 就是你们要请你搬走 来来来 那玉文你那时候 说申请租屋补助 有跟房东讲吗 我那时候有 但是我的房东 其实是主动向我说 你可以申请租屋补助 OK 对 所以算是比较 所以他算是职业房东 他应该是职业房东 有很多 包租工 包租婆 一整条的那种 OK OK 人没差这就洗掉了 人没差这就洗掉了 但是我想问一下十位 现在不是有所谓的公益出租人吗 那公益出租人 他不是可以抵土地税 房屋税 营业税 什么什么税 所以为什么这个制度 好像也没有那么盛行 因为 萝卜跟棍子 政府只给了萝卜 不敢给棍子 如果你今天逃落税 政府不敢去抓 只有用你们去检举才有机会 如果真的抓 他去彻查一下 哇塞 台湾就很有钱了 可是这些执政党就没票了 就怕这个东西 不然你说什么优惠 不要缴税不是更棒吗 对啊 管理讲那么多什么优惠 就不要缴税啊 你不要让政府知道 我今天赚多少钱啊 对不对 比如说 一间套房两万块 一年多少 二十四万 时间多少 两百四十万 是 要不要缴所得税 要啊 要啊 那不要缴不是更棒吗 对啊 我为什么要报税呢 而且两百四十万所得税 应该要加上 有的没有的 应该要缴到三十趴 对啊 那为什么给三十趴呢 对不对 那打哪些A钱 我为什么要给政府呢 所以那干脆就不要缴了 那好了 这股力量形成 现在有房阶级 不准政府去拿鞭子 去打他们这样 所以就变成说 选举的时候 他已经选了一些 对房屋友善 对房东友善的立委 或是市议员 所以搞到现在 全台湾没有人敢 对房东做任何的事情 是 对 因为被选票控制 那谁是谁 谁是年轻人 年轻人他的金库啊 所以你说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政府不知道吗 政府当然知道啊 只是不敢打而已啊 所以你说 拿租金补贴 讲很多很多 说我们现在多少户 多少户 那也是讲给大家听 表示我们有做事哦 年轻人要提我们啊 但实际上 他们没有要做事 OK 来那我们问一下 那个文艺夫 可以可以 那是不是有什么样 房东用什么样的手段 让租户 没办法去申请到 这个租屋补贴 一般来说 他会在你出租之前 他就跟你说 我不准你申请 那如果你申请 我有一个条款就是 我会 有个特别事项 就是你去申请 那我就是无条件解决 就是你可能要请你搬走 但是现在赚我们租的话 那我们就去检举他 可是按照现在的法规 是告诉你说 没有啊 你是哪个学校的 我知道你来念改革科系哦 你敢捐起我 以后你就不用出来混哦 我们去上爆料公司 就不至于 中正大学是不是 哎呦 你老师我也认识 你想不想毕业啊 我们老师师几个 你认识一个又怎么样 可是老师就是房东 对不起 对不起我们都不申请了 我不知道老师原来 投资那么广啊 现在不能阻止啊 现在你要去申请租客 租客要申请是 房东不可以去 阻拦的 是 所以你可以不用经过 房东同不同意 你可以去申请 但是他租你之前 会先跟你讲 当然如果你 变成说那种 可能就是我们讲 之间的协议 如果说你不遵守 那他就请你离开 这样子一样 所以他可能会 入宿街头 对啊 或者是涨你房租啊 好你去申请啊 然后那个租金呢 涨进去嘛 羊毛出羊身上嘛 所以你不搬家 就给我涨房租 我就让你去申请 来来来来 我们问一下三位 都有租过房子嘛 你们有遇过房东 突然涨房租的吗 有 有 来来来 是 他就直接说 下个月房租开始 涨多少 然后他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周围 全部都涨了 所以你就是要涨 但他没有 但他也没有就是 讲别的原因 他就很明白 因为旁边都涨 我们就要涨了这样 OK 那他就认真就涨了 那你足期到了吗 还没 那不能 照规矩不可以 照合约 他是直接讲说 因为我们下个月 开始房租变多少钱这样 也不行 也不行 你看学生调好骗 对不对 你要照合约走 其实学生不知道啊 合约不到之前 按合约精神走 合约到了 他合约到之前通知你 那都合理 合约不到直接调整 但是这样是违约的 其实我们说 租屋主委一定有他辛苦的地方 如果有本事买房子 我干嘛租呢 所以年轻人 对于租屋这些优惠 到底吃不吃得到 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来听一个年轻人 怎么说 欢迎快答第一题 你平常会关注留意 政府的租屋优惠政策吗 一定会 因为身为一位 公共行政学习的学生 是非常关心政府的政策的 那当然对于一个租屋族来说 如果可以用更优惠的价格 来租到更好的房子 一定是更好的选择 好 那第二题就实际的状况 你觉得这些优惠 对租屋族有用吗 我觉得多少会有一点用 但是我身边其实蛮多同学 不会去申请这个补助 一方面是因为 可能房东不给申请 那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因为 觉得太懒惰等等的 第三题 你会使用屋主 他所附的洗衣机 还是要花钱跑去 投币洗衣店来洗衣服呢 我自己平常是会用 屋主提供的洗衣机 那如果是想要洗一些什么 被子 床单 才会到外面去使用 投币洗衣机 其实这样子也是蛮方便 而且蛮快速的 会让大家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好 时间到 谢谢于轩 听完年轻人的讲法之后 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单元 战或战 也就是年轻人对这个议题 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呢 我们先来问第一题 朱竹不用跟邻居攀关系 反正我也不会永远住在这里 赞成还是反对 OK 我们先来问一下 反对的学妹 来 玉伟 所以你认为要跟邻居攀好关系 不用到特别特别 一直去击破他人 但是我自己是有很多 就是被邻居照顾的 那个经验 所以你觉得要跟邻居 打好关系 要 多少打招呼一下 所以你进去会比如说买个东西 买个就比如说这边 原本住很多人 然后你先搬进去 会特别去 叉叉门打打招呼吗 我会 然后对方其实都蛮开心的 然后愿意分享一下 附近周遭的机能跟状况 来 那于轩 你觉得反正 我又不会在这边住很久 不用干一些高操 我觉得不用 但有时候如果遇到 比如说就是租屋在学校附近 可能会有一些认识的同学一起住 就其实蛮好的 OK 那我们问一下这个 所以你觉得像比如说买房子 或者他们这样租房子 要不要去跟邻居先打个招呼 其实如果你太刻意的话 人家觉得你是职业的那个租客 怪怪的 因为我也拿过那个毛巾 我也不想当职业的租客 但是为了生活我也没办法 那如果这个社区一百户 你每户都follow 那当然不可能嘛 就有这个问题 就左右邻居稍微问一下 所以我觉得左右邻居 那个楼层 或是说你坐电梯的时候 打个招呼 我觉得蛮重要的 因为毕竟守望相助 对这个社会是好的 所以我在电梯里面都会 任何人进电梯 我都会跟他聊两句话 虽然我是社区主委 但是我觉得聊两句话 给他温暖 他就会有别的 不同的化学反应出现 然后你会觉得说 回到家是温暖的 所以任何租房子也是一样 进到里面 遇到老了 就跟他拿个东西 我觉得从你开始的话 那个社区会被你 这样子的小动作改变 但如果说每一户去发毛巾 不用啦 那太累了 OK 好 来 第二题 开始工作赚钱之后 如果爸妈要跟我收房租 也很合理 支持还是反对 都很赞成 所以你 我们问一下 是 你有 你现在住在外面 我住在外面 那你有住在 就是你长大会赚钱之后 有住在家里过吗 没有 就是因为像我们家 如果家里是自己的 不用缴房租 不是租的话 那我觉得那就不用 可是如果像家里面是租房子 像我妹她现在就自己 她住在家里面 然后她也已经有在工作了 我就会跟她讲说 其实你住在这里 那你就是她 她跟我爸还有我妈三个人 我觉得就是评分一下那个 share一下租金 对 租金 这样子也是孝顺的一点 所以你跟你爸妈就变室友 这样子 你看到她还可能 你今天这么早回来 没有说分租金就是室友 那是孝顺的一部分 那来学妹你才大二而已 我还没有 你现在举这个赞 举心酸了吗 你就是爸妈有看到觉得 我举一个到一位 下个月多三千块的零用钱 我是台北人 但我跑到家一念书 刚好相反 对对对 我觉得在台北找房子 是真的很不容易 尤其是看到爸妈妈跟房东 在那边协商 然后又要去谈价格这边 因为家里也不是 偶尔在新义区有好几栋房子这样 所以就没有好几栋 一栋而已 两栋都没有房子 还有三千是在大安区 不要心理隔壁一点 多多少少还是会希望帮家里负担 是 鱼器装大一点 厨师机装大一点 是 好 比如说这个空间算起来应该 要买个什么两吨 你就买到三吨 因为最耗电是在压缩机运转的时候 那个逸服哥 你有没有遇过就是你的 比如说你的客户 然后因为爸妈要跟他们收房租 然后翻脸 我之前有住过那种就是出来社会工作的那种 好像大概二十多岁吧 然后他为什么要搬出来住 我就问他说你是一个人住吗 还是说有女朋友一起住 他说没有 因为就是家里人要跟他收那个租金 但是他又觉得说 家里跟他收租金 那我说合理啊 当然变成说 那我不如自己搬出来住 一个人住就好了 那为什么我就是住在家里图那个方便 然后就想说反正 家里也没 因为他是属于家里没房贷的 那房子自己家里没房贷嘛 但是爸妈会跟他要 为什么因为他出来工作之后 有时候人不是窝在家里打电脑或干嘛的 他觉得爸妈会去 可能去吵他 有时候会叫他干嘛干嘛 他觉得不爽啊 又要跟他收这个钱 那他就说 那我刚才直接搬出来就好了 那我干嘛去 就是还待在家里面 还要去贴他那个钱 那会不会是他爸妈 其实只想逼他搬出去 有时候我是这么想 对啊 大型废弃物都躲在家里面 因为他上班可能就 一样早九晚五嘛 可是下班他就在房间打什么 类似英雄联盟那种游戏 然后就是 有时候爸妈跟他讲话 他也觉得 他说他觉得妈妈很烦 然后他才说 反正都要收钱了 那我不如直接搬出来住算了 也没人吵我一个人这样子 他的观念是这样 OK 那我们说我们在租屋的过程当中 除了所谓的租金以外 还有没有一些衍生的费用呢 其实我自己在面对租屋 或者是租店面的时候 我最常遇到的衍生费用 其实是公正的费用 因为我们在这个订定租约的时候 其实如果多一个公正的手续的话 他可能会相对安全 但是对一般人来讲 我们说近年来万物起涨 尤其是电价也在涨 所以我们说当电价涨的时候 租屋族是不是被扒两层皮呢 有一个男网友他就讲他 他租屋族的电费 怎么活得不像人 什么意思 他说房间热到32度 都不敢开冷气 平常都大部分躲在公司 很少待在房间 而台北寒流来的时候 也不敢开暖气 为什么 因为他一个月只用145度电 但是电费仍然高达700多元 而很多我们说房东 他们在跟这个租客 收电费的时候 他可能每度电 他可能是以5块钱 6块钱这样子在收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当你在租房子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样的吃电怪兽呢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冷气 如果你每天开3到5个小时 一个月大概用135度电 另外冬天到了必须要有电暖炉 那如果开3个小时内每个月 也要用掉63度电 最后是电热水器 这是大家常常没有注意到的 电热水器当他平常保持那个温度的时候 一个月也要用大概所谓的60度的电 那这么多的吃电怪兽 我们到底要怎么省钱呢 有个网友就 他每天他只开 他冷气只设定25度 但是居然收到7000多块的电费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以下这则报道 妈妈 小孩在客厅玩耍 玩到满头大汗 头发都湿了 妈妈还舍不得开冷气 因为六七月的电费单一来 看了快昏到居然高达7000多块 石小姐说去年家中换了三台 变频式冷气 一天轮流开 平均吹10到12个小时 客厅大约10平大 开一台冷气吹 温度设定在25度 但怎么吹也吹不凉 小孩还是汗流满身 石小姐把她的电费账单 PO到网路上 立刻引起网友讨论 有人也PO出自己的电费单 说两台变频冷气 几乎开24小时 电费6000多块 甚至有人5到7月 电费快1万块 因为家中有两台就是冷气 而到底冷气要怎么吹 才省电电器业者这样说 温度不要射太过低 建议在26到28 如果射到25以下的话 其实是压缩机会做全速运转 这是比较耗电的 业者说冷气想要省电又吹得凉 首先风速要设定自动 温度不能开太低 可以设定在26到28度 再加循环扇 而冷气也不行 一直开开关关 只是暂时离开不用关冷气 另外还要定期清洁 至于石小姐冷气吹不凉 也只认为是冷气顿速问题 加上因为它有顶楼 有膝塞的问题 所以它的热源部分 可能会比较高 顿速可能至少要加大 一到两个尺寸这样 夏天天气热 民众在家免不了会开冷气 但随着夏季电费高涨 看到吓人的电费再热 民众也只好忍耐 我们看一下 学妹 对 你们那个租房子 你们电费怎么算 有独立电表吗 还是房东可以说 我们一度电收多少钱 最常遇到的是 房东会跟你说 一度电多少钱 通常是最便宜到三块 然后最贵到五六块 或者是台电 就按台电电表算 是房东直接跟你喊三块 还是五六块这样吗 他写合约 他写在合约里面 OK 就是反正 就是随便他写这样 我是觉得 每个房东要出租之前 都会打在他要 那个就是让大家看到 对 或广告文 OK 那余轩你呢 因为我是住家庭市 所以我们就是 很多人一起住 然后平均分担 那个台电的电费 那你们这样会不会 造成感情不好 其实还好 因为我们房东在家里面 还有装一个独立的电表 就是每一间房间 有什么样的 对 算得出来 OK 那我们问一下 所以到底怎么样 有办法审电费呢 可以喔 因为我们讲说 选方位就可以差很多了 OK 在台北请选正南边 在南部请选正北边 因为台湾吹东北季风 夏天吹西南气流 所以你就是逆顺的这个方向 台北如果你朝南 夏天就有风会进来 好 那但是因为不是 是正南不是西南 因为西南还有西晒 所以西晒很热 对 转过来 正南 那就是正南的话有风 进来又没有太阳 所以台北北部 如果你选正南的话 其实你家真的是东南夏凉 所以反过来南部也是一样 你朝北 其实东北季风来 可是因为南部都不会太热 对 可是夏天呢 西南气流 其实是很恐怖的 所以通常南部电费很怪 都是西南气流 你家里朝西或朝南的时候 那个整个热风 关进来 烤烂风 不是又湿 就是又热 所以你如果关窗户才可以 如果不关窗户呢 你的电就很恐怖了 好 第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是说呢 买凶宅 不用看冷减 好不易 平常就很凉 冷气装大一点 厨师机装大一点 是 好 比如说 这个空间 算起来应该要买个什么 两吨 你就买到三吨 因为最耗电的是在压缩机 运转的时候 所以很多人为了省钱 刚刚那个新闻的例子 可能他的房间 装个小小的冷气 就是他一直在运转 所以很耗电 所以要买大一点的冷气就可以 那其他那些小方法 什么开电风扇 什么弄点水 其实那都是一些 可以做的事情 可重点就是这两个最有效 台湾虽然不大 但是呢 不管你是北漂 南漂 到处漂 其实大家都是为了求生存 那不管是租不住 或者是政府对于抑制房价 那都是人民所期望发生的事情 虽然它可能没办法发生 虽然它可能不切实际 但是也希望政府注意到 到底怎么让年轻人 有办法住得起房子 他可能不一定是买 但是你总要让我有一个地方 可以住 有问题 大声讲 带你开启世代的对话 女士战国背头 我们下次见 拜拜